各位同学 我们今天来介绍这个流体力学里面也是最常见到的一个例子 就是当我们把一个固体丢到液体里面去的时候 它会出现三种可能性 而这三种可能性的差异性 主要是来自于它们密度之间的一个差异性 那第一种就是当这个固体的密度 比液体的密度大的时候 它就会直接沉下去 沉到液体里面去 那是这个时候 当这个固体在液体里面 它的重量会产生减轻的一个情况 那减轻的情况的原因就是因为浮力所造成的 而这个浮力其实跟它的压力变化 其实也是有相对的一个关联性 这是第一种可能性 那第二种可能性就是 当固体跟液体的密度相等的时候 这个固体可以停留在液体的任何一个位置 那第三种情形就是当固体的密度小于液体的密度的时候 它会悬浮在液体的某一个位置 就是会出现所谓的半层半浮的一个状态 那我们由这三种状态来讨论这个 因为压力变化所造成的这个浮力 跟它们重量减轻之间的一个 关联性的一个数学的一个讨论 那我们先看它的定义 就是当一个固体在液体中 它一定会受到这个浮力 那这个浮力呢会等于在液面下 与固体同体积的液体的重量 比如说 这是液体 那我们在里面丢一个固体下去 那这个液体呢就会对它产生一个浮力 那这个浮力呢就会等于跟固体同体积 那等于说如果这个液体是装满的的话 它会就液出来 那液出来的这块液体呢 它的重量呢就是等于这个液体对固体的浮力 所以我们才说跟固体同体积 但是它是液体的这一块的重量 这一块是液体的重量 但是这个体积呢跟固体是同体积的 那接着呢我们来看这个第一个例子 这个固体的密度呢因为它大于液体的密度 所以它丢到液体里面去以后呢 它会直接的就是往下沉 或者是它的密度呢 跟液体的密度是相等的时候 它可以停留在任何的一个位置 好那我们再看这个情况 在这个这两种情况之下呢 液体对它所产生的一个作用力就是浮力呢 就是跟固体同体积的液体的重量 那我们叫重量的定义 重量的话是质量 乘上重力加速度 那我们知道质量是又会等于密度呢 乘上体积 那这个体积呢是固体的体积 但是密度呢是液体的密度 也就是等于说这个固体呢 在液体中所减轻的重量呢 刚好就是等于浮力 也就是等于这一块 这一块跟固体同体积的这一块液体的重量 是这个意思 接着呢 我们来看当这个固体的密度 比液体的密度小的时候 就会它丢下去以后 就出现所谓的半层半浮的状态 那这个时候呢 液体对固体的浮力 刚好等于固体在空气里面的重量 那浮力的话也是因为用液体的密度呢 乘上这个在液面下固体的体积 就是这一块 所以这个时候呢 这个液体的密度 乘上液面下的这个这一块的体积 固体的体积 乘上重力加速度 那等于这个固体的重量 就是固体的密度 乘上整个固体的体积 乘上重力加速度 那根据这个等式呢 我们就得到一个 一个蛮重要的结论 就是说 在液面下的这个固体的体积 然后比上呢 这个整个固体的体积 在空气里 这个整个固体的体积 那就会等于呢 固体的密度 比上这个液体的密度 那换句话说 如果固体的密度 跟液体的密度 比较接近的时候 它存在下面的这个体积呢 就会比较多 所以当这个船 从淡水死向海水的时候 因为淡水的密度 是0.917 那海水的密度呢 是1.025 所以当这个船呢 如果从淡水的港口 死向海洋的时候 那个船呢 会这个沉下去的部分呢 就会比较少 等于说会往上 稍微浮上一点点 所以我们常常听到 人家讲说 冰山的一角 为什么呢 因为淡水的密度 我刚讲过 它是0.917 海水的密度呢 是1.025 所以两个的比值呢 就等于说 在这个海水面下面的体积呢 那个冰山的体积呢 占了全部的体积的百分之 大约是89.5 所以它漏在海面上的这个 我们看到的浮冰呢 其实只有大约是占百分之 这个10.5而已 10.5 那有89.5的话呢 是沉在海面下的 好 那接着呢 我们来看这个立体 有一个木块 它的密度呢 是只有0.6而已 那丢到水里面 那因为它比 它的密度比水来得小 那我们利用阿基米的原理呢 来算出一下 它有多少百分比的体积呢 会沉在这个水面下 所以根据刚刚的那个公式 我们来讨论一下 那因为这个水的密度是1 那乘上这个 在E面下的这块体积 就V'S 那再乘上重力加速度 它会等于这个 木块的密度 就是0.6 它整体的体积 就是V'S 那G 所以这个时候V'Plan 呢 比上V呢 你可以发现它是等于 0.6 0.6意思 也就是在E面下的这个体积呢 占了全部体积的60% 那等于说只有40%呢 是浮在水面上 那有关阿基米的原理的介绍呢 我们就到这边